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莫扎特晚年三大交响曲之一的编号第40号 G小调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你听了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非常的建议你,如果喜欢,你可以重复的再听一次 这个曲子真是百听不厌 而且呢,你不知道会在哪个地方应该把它咔掉 够了够了这样子 不是,你一定要把它完整的一个乐章听完 最好你还能够接着来听它的下一个乐章 是一个慢版 那我在这里呢,我们就只播出第一个乐章 那么莫扎特晚年这三大交响曲 39、40、41号交响曲 堪称18世纪契乐曲里面的典范 也可以说是三部交响乐的史诗 有人说即使莫扎特只写了这三首交响曲 他的名字就足够永远留在音乐史上了 那么晚年的莫扎特 所谓晚年也只不过35岁而已 不过因为他一辈子游戏人间 那么也不懂算钱,也不懂生活 几乎除了音乐之外 他几乎是一个白痴 可是呢,乐天 从来不为明天烦恼 他所有的职责呢 好像就是要把天上的音乐写下来 所以有一种说法 说莫扎特是上帝宠爱的天使 那么有一次犯了一个错 那么上帝就把他一脚踢下来 到人间去受苦吧 他从天上降凡到了人间呢 不小心就把天上的音乐带下来了 所以呢,我们后世的人看到这个莫扎特 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然后他写的谱呢 非常干净 几乎没有涂改的痕迹 不像贝多芬 他写一个作品 像那个合唱交响曲好了 第九交响曲贝多芬的 在他21岁的时候动笔 22岁 然后就停了 到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时候 都还一直在琢磨 一直在修改 所以贝多芬和莫扎特不一样的地方 他每一个音符都是千锤百炼 改了再改 一直要到他很满意了 他才发表出来 所以好像我们那个古代的诗人 李白和杜普一样 杜普写诗呢 碾断了好多的胡须 胡子都扒光了 非常痛苦 然后写出来的诗 是那么样的美好 李白呢 游戏人间 喝醉酒了 然后又写诗 掉到湖里头捞月亮 这样子的 就好像莫扎特 有一点这样子的 可以拿来比喻 不过呢 你说他们谁伟大呢 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难以分辨 只能够说你比较喜欢谁的 那么我刚才说到莫扎特的这个40号交响曲 对我意义非凡 因为我从小开始听古典音乐 我就是从这一首音乐开始 非常的奇怪 虽然说我从小学钢琴 那么学钢琴的小朋友一定会谈到莫扎特 倒并不是说莫扎特写了一些钢琴教材 而作为我们后世的人的一个钢琴教材 而是他的很多作品呢 因为非常的纯真 唯美 那么非常的适合作为钢琴课的入门教材 所以学钢琴的小朋友啊 几乎都会谈到莫扎特 几乎从莫扎特开始 非常的多曲子 小曲子 而我在音乐欣赏的时候 为什么一听就听这么一个大块文章 莫扎特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交响乐第40号 基小调 原因是因为我的父亲非常喜欢听 一天到晚听 几乎在我们家里头的空气里头 就是这一首音乐 可是我小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莫扎特的作品 或是他里头在讲些什么 只觉得这一个音乐好吸引人 我好爱听 而我的父亲在听这一首音乐的时候 给我一种很深刻的印象 怎么说呢 我父亲是一位在小镇小地方开业的医生 他是日本时代的念医的学生 那么正好在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年 也就是1945年 日本战败 那个时候他是台湾的这个 应该说是日本人 去日本九州的雄本医科大学 那么正好要毕业的那一年 那正好就是世界大战结束 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候 我们都知道世界大战之所以会结束 是因为广岛和长期的原子弹的原因 而长期就是在九州 所以我父亲可以说他大学的最后 医科里面的最后这一年 是在那种战乱的底下 结果战争结束之后呢 他就回到台湾来 那么那个时候 有一个规定就是说 在日本的国立大学毕业生 回到台湾念书 你可以在同年 就是同样的一个年级 继续完毕你的学业 而我父亲呢 那时候是雄本医科大学最后一年 所以他回到台湾的时候 就进了那个台大医学院 也就是变成第一届 战后的第一届毕业生 那很多我后来认识 非常非常多的 所谓白色恐怖时代 被抓去绿岛啊 被抓去关的非常多的 他们这一个年龄层的学生 因为知识分子 比较会去研究 这个思想上面的 各种学派的思想 而在白色恐怖的时代呢 风声鹤唳 那么到处都充满了 就是匪碟就在你身边 那么你参加某一个读书会 或是你在学校担任 某一个职位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被牵扯进去 说你思想有问题 然后就会被逮去关这样子 那么我父亲在那个时候 大概他的周围的非常多的朋友 都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了 我的父亲跟我的祖父 蒋卫川先生 他们有另外一种的恐怖经验 白色恐怖的时候 并没有在这个名单里头 而是在更早之前的 二二八事变的一个 这是历史悲剧啦 我为什么扯到这里来 我想在1950年代 也就是我的小时候 我大概小学的时候 195060年代的时候 那个社会氛围里头 知识分子 没有什么很大的作为可以做 因为思想管制的关系 那么我刚才说到的 所谓的白色恐怖 被抓的大概都是知识分子 而我的父亲 因为他是蒋卫川的儿子 然后他又在一个小镇 职业当医生 那个时代 医生的物质生活 并不特别的优渥 原因是社会上普遍贫穷 那么你职业医生呢 救人 就是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你的专业 那么你救人是你的职责 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 街坊邻居 几乎一家三代 四代的人 都是我爸爸的病人 那么有的人家非常的穷 普遍的现象 那么没有医药费 没有医药费这一回事 那么常常隔壁家呢 就把他们自己 宰的一只鸡啊 就送过来 他们自己捕到的鱼啊 或者自己种的菜啊 菜市场的那个 大概我们吃饭是不鱼啦 可是呢 物质上可以说 并不优渥 不过像我父亲 这样年代的人 受过日本教育的 他们普遍的人文素养 都非常的好 可以这么说 我们现在放眼 政治人物里面 我记得我们家里 就是我的 我先生的家庭 我婆家 跟我们前总统 李登辉先生 有相当深的交情 就是同学的关系 我听过我的亲戚 我的婆婆 说过 就是说 在前总统李登辉 当总统的任内 或是说 他在公职里头 他因为是 虔诚的基督徒 他也是一位 非常棒的 这个古典音乐爱好者 这个影响到 他的一个人格特质 所以呢 在他做总统的 这一个几年里面 常常遇到 很大的政治危机的时候 我听我的公婆 还有比较长辈的朋友 说过 就是前总统李登辉 在碰到政治危机 或是国家 就是我们台湾的 民生问题 或是天灾人祸 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会虔诚的祈祷 他祈祷什么呢 他说 他就祈祷他的神 请让我有足够的智慧 我所做出的判断 是对人民有益的 所以我听过 这样子的说法 而且这是相当正确的 我觉得非常的佩服 一个人 不管他的地位多高 他的权势多大 他总是要出于一个 悲天悯人的一个个性 心情来做事 那么这样做的事呢 就不会偏离真理太远 而且做出来的 不管当时有没有判断错误 做的对不对 应该是一个 应该都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所以我在想 在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乱世 其实领导人的人格特质 跟他的人文素养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拥有很大的权势的时候 而他并不是出于 悲天悯人的胸怀 或是济世救人的一个情怀的话呢 他只是为了发挥他的权势 获取他更大的利益 还有帮助他自己身边的人 赚到更多的钱 而不管这个民生凋敝 这就真的是天差地远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水平 我们讲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欣赏 竟然跟人格有这么大的一个关联性 这是 所以我们觉得音乐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材 然后影响到这个人的时候呢 这个人在做所有为人事有益的事情的时候呢 不是出于一个自私的心 跟一个权势的一个发挥 而是为了要造福更多的人 让别人过得更好 我想如果说我们普遍的社会上 不管各行各业 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有一份要为别人好 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 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一定会美好得多 那么这又让我想到 在我的博主那一个时代 事实上 我的博主蒋卫水先生 他过世20年之后我才出生 所以关于他对我的影响 其实我是没有亲自的接触过 都是从历史中来学习的 可是呢 我的父亲是1921年出世的 1921年也就是蒋卫水先生成立 文化 台湾文化协会的一年 1921年 我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出世 那么到了1931年 蒋卫水先生40岁过世的时候 我的父亲10岁 所以从我父亲 我祖父的身上 我是感受到 1920年代台湾的那种可歌可泣 自觉年代的一个风范 那么我非常的幸运 就是身上有祖先的基因 那么我的所作所为 不敢说有多么的了不起 也只能够说是 有祖先的这种善 还有为大众牺牲 为大众谋福利 我们不是刻意要牺牲 那么你在做的中间呢 多少有一些牺牲 牺牲自己的健康 牺牲自己的时间 牺牲自己赚钱的机会 也许啦 种种 那么可是 如果你的良知 促使你 要这样子去发挥良能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 不是吗 我们下一段节目 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